到底要唱片 道歉就沒事了嗎 你們好我是黃聖球 然後我在該指導秀裡面是飾演詹文的角色 詹文其實是一個在社會快速變動還有科技化的世界中 在有錢人家的家庭成長沐浴之下產生的一個新世代的小孩子 原本認為他擁有一切然後他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但是其實他後來發現他其實什麼都沒有 因為詹文這個角色就是 他的外表感覺就給人家看不透 也不太會把心裡面的話講出來的那種感覺 這個劇本給他寫了一個核心 迷惘 茫然 沒有方向感 他必須要證明自己 把它成為自己 接阿修的時候我馬上就發現出 詹文這個角色有一個難度 因為他就是我們一直不斷重複在講 他這個性格是讓人家摸不透的 我們會互相分享心裡面的一些想法 所以在這個地方也跟導演做了很多功課 讓我自己的性格跟詹文的性格互相的融洽 你還是要在這個之前就還是要戴著 在奮鬥裡這樣才慢慢的 剛回到這個世界的那個感覺 就是一開始聖球是把它放在阿星哥這個角色 因為一開始其實角色的性格跟現在不太一樣 就是後來經過不斷的改版 這個角色其實放在那個位置有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因為潘鋼大的加入 我才覺得那我就替換試試看 其實他那個時候第一次來 我看到他我就會覺得這個人蠻有意思的 因為他會記得訂閱你看 他不會畏懼你的眼神 其實他們都是很敏銳的演員 以新人來講就是夠敏感 然後也很細膩 詹文 睡了嗎 就是為什麼我到底為什麼有那個勇氣去做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我都不管其他人 家庭從小教育孩子就是你要忍耐 或是你要聽我的 就像是詹文一樣 但是在可能有一些事情 他終於忍受不住了 所以他其實已經不在乎外人怎麼想 其實人也不是那麼無望 那麼絕望的 也許我可以再加一點點什麼 包括最後的結局 是不是就要讓他就這樣一直下醉 醉到無力洞 你出現之後 你出現之後 他生活也原本 很多爛事都消失了 所以我想謝謝你 你是我的天使